对于八十、九零后来说 很多代表童年、青春的歌曲和歌手 比如说蔡依林、周杰伦、林俊杰、菲伦海等等 但还有一个女子组合 人气也相当高 一点都不比其他几位差 她们三个人的姐妹情谊 也一直是当年所梦寐以求 没错 她们就是SHE 当年的首次Pista不知道传唱了多少年 如今再听一下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而如今一晃眼已经十七年过去 那时候的小妹妹如今也变成了大姐姐 只是还好时间 并没有在她们脸上留下太多痕迹 几乎还是以前的样子 昨天她们的音乐会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最喜欢Selena 因为她几乎就是大家心中所想的女生的样子 拥有甜美的外表 说话声音温柔 假假的 经常穿裙子 元气满满的少女及时感 但只可惜天度英才 Selena在经过被火烧闪后 虽然已经从当时的自卑中走出来 将争能量传递给他人 但自己却还是没能收获幸福 与当时非常恩爱的老公离婚了 T在他们三人中间感觉属于比较低调的 一直都感觉话比较少 相比于另外两位 没有太多的光环 但只要是高音部分 几乎都是她来完成 所以大家对她的印象 基本都来自于她的唱功 但后来单飞出来的她 似乎才真正展现出了个人的魅力 也唱了很多快智人口的经典歌曲 但感情少 T除了传出和周杰伦 有非文后 就几乎再也没有过异性传闻了 而阿雷从出道就一直以她干练的短发 以及浑厚的嗓音给观众很深刻的印象 很多都觉得她是男人铺 所以基本没有传出过什么绯闻 但其实她才是三个女生中 真正收获幸福的那个 现在的她 在事业 家庭中 应该算是双风收了 本次演唱会中 还将自己的儿子带上舞台 如今也越来越有女人为了 其实 虽然这三个女生已经出道了17年 但在小编心中 她们似乎还是当初那几个小女生 只是变得更加成熟了 但她们依旧在向大众传递这能量 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只希望Sleela 他也可以早日找到自己的归宿 像Elly一样幸福 SHE是不是也是你们童年时的回忆呢 她们的歌 你们最有印象的是哪首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你们最喜欢的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